这是一个典型的想象力,太丰富,把自己绕坑里的案例,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这是宇润食品产业集团早在创业之初提出的理念。 从200元到480万元到1.6亿元,宇润白首起家的经历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好景不长,持续的亏损与频繁的债务违约暴露出来这家行业领军企业遭遇的困境。 2015年,宇润集团亏损29.8亿港元,创下上市以来年度最大亏损。 2016年,宇润集团收益同比减少17.2至167.02亿港元。 2016年,南京宇润、西宇润集团全资附属公司,未能如期偿还本金内10亿元的第二期中继票据,涉及北京总额约5亿元。 2017年,60多亿债务到期,千里之地自然不是费于一时,造成这种状况原因很多。 这里拿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来说,宇润的野心和机遇都是从1996年开始的。 当时,国有企业改制轰轰烈烈的进行着。 宇润零对价并购了国家一级企业,南京贯头厂,成为江苏盛首例民企收购国企案例。 此次并购对宇润来说百利而无遗害,无常获得了生产用地,厂房以及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宇润的核心业务在各方利好下稳固发展,问题就出在之后的盲目ハッピ业务,多元化发展,进军了房地产,山貌和旅游等产业。 2002年,宇润收购南京和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2005年,宇润收购重组南京中央商场,探索文化商业综合体模式。 第二,世俗金融结合文化圈,成立了令爱人寿保险公司,又先后同盟工厂,迪士、尼和索尼等全球顶级动漫品牌合作,打造真人舞台制和主题游乐公园。 为了支持这个多元化的战略,2005年,宇润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直到2011年,宇润还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总资产最高时达358亿元,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九位。 宇润的创始人住一财也以8.8亿元财富,登上福布斯中国百负牌行榜。 上市之后,宇润将重心转移到对资本要求更高的产业链上游,生猪屠宰业,在全国建立生猪屠宰场。 经济的多元化扩张,已经逐渐被宇润的高负债埋下了伏笔,多处房地产,旅游借务停工,投资建厂都成了烂尾工程。 同时核心业务也出现安全问题。 核心业务,宇润食品安全问题,安徽梦五星级酒店反映宇润火腿产品中,出现绿卡和包装膜,河北宇润北区公司遭举报。 趁该公司一提产品,被减出含有瘦肉精残留。 宇润旗下附属公司陕西蔚南,升级肉类加工,有限公司,将含有激素极致并微生物的问题猪肉,推向市场。 发生了宇润问题猪肉事件,众多食品安全事件被爆出,成为宇润走向下坡路的拐点,导致宇润业绩逐渐下滑。 主营业务不能再给公司,带来正常的现金流入。 其他业务上大规模的投资还在继续消耗着大量资金。 房地产,旅游借务在海南,旅游度假区目前处于停工状态,原计划总投资35亿元。 在杭州,以4.4亿元价格卖掉的新女花府项目,销售并不理想。 产业率上游,生猪屠宰也与用农业圈地,选择的往往都是以农业为主,地处偏远的县城,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全球采购中心和物流中心等诸多名义,拿到大量廉价土地,年同优厚的政府补贴。 而这种依靠地价圈地和政府补贴的盈利模式本身就不具备可持续性。 据数据统计显示,自2005年上市以来,宇润供获得政府补贴近40亿元,累计补贴额占累计净利润比例高达46.38%。 2009年,宇润在安徽省肖县永固镇,投资1.5亿元建设种株养殖基地,每年可实现产值近5亿元,产房建设完毕却未开工。 2010年,宇润在黑龙江省兰西县总投资3月5日,一元建设一个10万平方米的生猪屠宰场,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8亿元,可安排1500人就业,产房建设完毕。 这无开工迹象,预热近年的战略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处众,注意才曾许下的承诺必成为空谈,为了把食品做好。 其他不熟悉的产业,我们不做,考投机的行业也不做。 实际情况是食品没做好,跨界业务也成为累赘。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